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很自然 像我们男人看到人走光 会看一看 你看看那些女子体操的运动员 她有些动作是真的成一种禁止 其实不是什么禁止来的 可能是事物 成一种禁止 真是会忍不住看 真的没办法 我昨天看那个高低降人很好看 就是那个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的女孩赢冠军 即是临尾15.8% 意大利也有点熟 年纪大一点 好看也好 其实我都挺喜欢看提送 还有一个 举宋吗 女子提送 举宋是好看的 女子举宋正 我们是粉丝 我又没有怎么看 男子 男人比较好看 你说好看 女子沙丹排球也好看 也挺好看的 女排开始进入街景也好看的 好了 我讲讲大陆新闻 究竟现在有没有炭追柄 上星期六实际上有介事 举宋正跟我说 喂 炭追柄 我的新闻有多嚴重 他怎么说 没有什么特别 即是他算出来看新闻 不是看新闻 现在究竟是否有呢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伟大的祖国 官方 有说有又说没有 这头又又说那头没有 即是你很难不搞的 我们看看什么事 现在山东阳谷眷爆发炭追柄 官方就说没有传给人 但第二天就改口 有五个人感染 然后又说染疫的牛肉未进入市场 但网上全部被人拍了 有一大堆大白 大家知道什么大白 就入饭点殺菌的影片 坦白说 这一件事就是我们觉得最恐怖 也最难理解 我觉得大家明白 每个地方 总而言之有事故会背飞 总而言之 就不知道是否都在掩 臭屎物掩 掩蓋了就不在了吗 因此造成的后果 是大到根本不能承担的 就好像 我不知道 2019年究竟是什么事 发生 北上有没有退警网 去到这样 现在是山东 那又很远的 是吧 那没有事的 那你做重炭追 不一定是直死的 你可以 根据我们看一下 看一会儿再说 那些病 可能有时经过皮肤 消化度 就潜伏在这儿 可能你病发烧 没有事 那当然有些人会死 那个人都不同 就是这样 那样 未必一定有那么害怕的 好了 除了有影片 8月3日 看到有大白 穿着噴霧器 入一间掛着羊菊美食的饭店 疑似进行消毒之外 亦都有影片 拍到在山东阳谷院的医院里面 有怀疑感染痕追病的居民 画面显示一只手臂 整只臂都很大粒 那些黄色水波 和暗红色的毒瘡 是吧 影片一男一女一号 用方言交谈 就是说大膜 那些那些 驱不驱慈 那些方言 好了 8月2日 8月3日网上全影片 那天 之前一天 楊谷院的官方就承认 有5名接触病畜的养殖牆工作人员 診断了皮肤碳椎 但是症状较轻 而且爆发碳椎病的养殖牛的牛腸 已经焚燒染了 没有进入城市流通 8月2日 但是8月3日就拍到 在医院 在医院 有人有大毒瘡 有大白 入一家叫羊谷美食的饭店 去消毒 好了 好了 這條文章是怎麼寫的 八月1日 再之前一日 官媒還引述 楊公園七級 鎮七二村村委的官員說 半個月前確實有牛餅鍋 已經被焚燒埋沒了 染了 沒有傳給人 即是 如果這樣說 8月1日這樣說 可能爆這些消息的時候 是七月底 沒有傳給人 他就說 半個月前 是有牛餅鍋 我們燒了 所以沒有傳給人 但是 旋跡你這樣厚多 馬上有網友 大陸的網友 就將7月26、27日 這個養殖場 其實還在那裡 沒有焚燒過 這些 說謊 就是令人更加 真的沒有信心了 而公開資料顯示 人是要接觸碳醉 碳醉患菌的包子感染碳醉病 感染的途徑 包括皮膚、呼吸度、消化度 那些包子最常出現在 在感染碳醉的動物的各種製品上面 人類感染之後 潛伏其實一天 或者最長兩個月 好了 根據一份當地企業 發給員工的通知說 山東省竹木獸醫局發給 遼城市農村蒙業局的通知要求 全面摸清該養殖場 6月11日以來的牛調入、調出、交易、淘宰 和淘宰後的牛肉、牛頭、啤、骨、皮、內臟 血液等產品的去向情形 老實說 是這樣的要求 山東省竹木獸醫局要嚴格查 6月11日 這件事可能是搞了一個多月 當地網民傳出的消息說 攝氏養殖場已經有幾十隻牛死了 隱瞞不報 還要隱瞞不報 他說牛肉已經可能買到市場 甚至乎流入外地 大陸網 我最近還經常去吃牛魔王 又有骨髓牛肉 再吃多些 那麼主熟不怕的 好了 好了 因為你是要接觸到那些碳醉 直接 經過那些皮膚 沒有那麼容易的 大家穩定一點 是 繼續回大陸 吃牛火 好 好了 嘩 這裡串 這個我覺得真的不行 要抓人 富士康不是宣佈投資河南的 現在河南 我們去年說過 村鎮銀行的受害戶 不斷屌你 紛紛以各種方式 為了提醒富士康謹慎投資 當心血本無歸 即是攬炒 這幫傢伙 誒 什麼當心 還要攬炒 我真是淒涼 我不知道真是假的 他說 我們去年 2022年4月 河南安徽多間村鎮銀行相繼爆煲 四十幾萬存戶 隔了四百億人民幣 被凍結 到了2022年的7月 即是去年一年 兩年前 三千多名存戶在鄭州央行追討 現場發生流血衝突事件 不是流血衝突事件 是現場的保安打死你們 OK 好了 之後 北京銀監介入調查 河南村實銀行 開始對五萬 十萬 十五萬 五十萬以下的存戶進行 分批展庫 分批 但是 大壓的 到了至今 紛紛未獲展庫 好了 而這些大壓存戶 因為要討自己的具款 就遭到殘酷的打壓 手機、汽車被定位 坐公交、地鐵、飛機 是租監控 甚至被拘捕、毆打、非法禁錮等等 所以 紅海 紅海大家知道 富士康 7月24日 報道說 紅海會投資河南的時候 這班所謂 受到村實銀行 扣著錢的存戶 就通知富士康 建議他們和河南省政府合作的時候 一定要謹慎 我們四十多萬的合法存款 我們四十多萬戶的合法存款 都扣押不還 現在四百多萬被扣住 我就不想你們吃虧 這些叫攬炒 真的想攬炒和河南政府 好了 那麼 有一個姓黃的網民就說 現在我每次去河南都被跟蹤監視 就是不讓你拿錢 又不讓我去法院起訴 他說富士康集團一定要謹慎 在河南省進行投資 我們就是吃了河南的苦 希望你們集團不要在這方面再吃虧 另外姓韓的就說 兩年多以來 河南政府從未解決過 怎樣給錢存戶 一你動用公權力 不是動用公款給你 公權力 防擾恐嚇和威脅受害存戶 網圖通過種種方式 就是逼他們放棄追討自己的合法存款 你怎麼不拘捕他呢 老實說 這些事情 兩年多 我這些報道 我不敢報道 我全部在內媒上 扣下來 想怎樣 你扣別人的錢 這是什麼道理 合法存款 什麼什麼的制度 什麼的制度 還有很多人 為這個政權說話 怎麼會說什麼的 是不是外國勢力 托國人的水龍 托水龍這些 是不是外國勢力 這些為什麼呢 其實所有這些事情 就是由這個城市投資 簡單來說 由這個地產開始 一句說話 當年你開始的時候 事實上 你這些州省 省、縣、市、鄉、村 政府 每個見錢都開眼 不斷去滾房地產 好像當日我的粉絲說 不變一跌 沒有一跌的 只有有買貴沒有買錯 10間、20間 好多買大陸樓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我跟你說 這個不是大陸的問題 香港 香港地少人多 你就看又怎樣 你又看又怎樣 地少人多 你就看又怎樣 好了 這個我又不想說太多了 這個大家可以上網找 一個編成蝴蝶夢 編成蝴蝶夢的文章 那一個作者 他去了廣州大半個月 吃了20餐飯 他的所見所聞 大致就是他見了很多朋友 有體制內級別很高的領導 有985高校的系主任 有大廠和媒體的高管 也有跨國公司的董事長 還有他們行業還是做得很好 但是在每一個飯局裏面 他會預見的每一個人 是從沒有一個對現狀感到滿意的 所有人對未來是沒有信心 大家可以找這個編成蝴蝶網去看一下 最後他們在這個編成蝴蝶網就寫 現在中共的官場犯局都民間 都在私下這樣罵一個人 那我不說誰了 一名退休的中共官員說 這個人上台的時候 我們還對他有些希望 叫你老母 現在沒有人說他好的 現在都在罵他 那個人在等著 臨台 嘩 我不敢說 我叫他 第二不鬥 現在那個人在等著 臨台 你現在最嚴重的是什麼 原來最好笑的 真是不說不知道 原來現在最往的 在我們偉大的祖國 就是哥爾夫球場 為什麼 你想不到 原來 因為老闆們 有些 就執了一間公司 公司有些被人裁的員工 他們無所事事 徹底躺平 所以 他們有些錢 哥爾夫球場 就是消亡時間的最好方法 不想我搞事 不要做 不要搞什麼生產業 不要聊 是這樣的 OK 但是 我們現在每次都在 進一間公司 也有些人 都不想要 有些人 是